Russian 大家好,我是牛奶爸 因为我的这个牛奶爸网络行销八点档的 这个LINE-8生活圈账号 目前的粉丝有1456个人 1456个人里面的有效好友数是1273个人 那好友人数虽然是1456 可是你要去扣掉已经封锁掉的 是他对方把我封锁 不是我封锁对方 是对方把我封锁 或者是把我解除掉好友的有183个人 那total显示 最上面这个total显示是全部1456 所以扣掉这个已经封锁 或者是已经解除好友的183 实际剩下1273人 那我就问这个官方说 LINE的官方 我问他说这个计算通数的 计算这个讯息的这个价格 因为他们将来会收费 所以我要先问清楚这个收费方式 所以等于说他们的收费方式 是以1273通为原则 假设我今天发出一封讯息 有效好友数是1273个人 所以只要发一封 就等于我的使用通数是用掉1273通的 简讯讯息的意思 所以呢一个月的798块能够发5万通讯息 那我发一次的话就等于发掉1273通的意思 然后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假设今天是我把对方封锁的话 那这个183是指对方封锁我 那如果是我封锁对方的话呢 那我发出去的广播的讯息 群发的讯息 那对方收得到吗 好答案是可以收得到 假设我封锁对方的话 对方发给我的一对一讯息我看不到 但是我发给对方的讯息对方收得到 所以是要寄费的 是要寄费的 那我Email给他的这封信在这边 这就是我问他的问题 好问他问题是说 请问我如果把对方封锁了 发送广播的时候对方会收到吗 会不会浪费掉我的发送通数 那以上是他回信给我的回答是说 讯息数的计算方法为讯息数 就是LINE聊天室的对话框数量乘以 传送时有效的好友人数 好对话框的数量 对话框的数量要小心 等于说你今天发一个文字跟一个图片 他就算两个 那就算两个 他算两个 所以要注意 如果你以为发一次就算一通 不是 发一次里面如果有文字又有图片 那就算两个 所以要注意这个对话框的数量 然后传送的时候有效好友的人数 就是他有追踪你的这些人 从所有的好友数中去除以封锁的好友人数 是对方封锁你的 就像我刚才 就像我刚才这边 这个就是封锁数 等于说好友人数扣掉这个封锁数 这有效好友数就是我发送的 我发送的讯息通数 然后这里所提及的以封锁的好友人数为 用户主动将商家账号封锁的人数 不是你把对方封锁 是对方封锁你 你是商家嘛 对方封锁你嘛 客户封锁商家就对了 而商家封锁 而商家封锁商家自行加入的好友后 您再也无法收到以封锁用发出的一对一聊天讯息 对没错就是客户发的我是商家我看不到 我是商家我看不到 对方 对方如果没有主动封锁商家账号的话 人会收到贵账号的群发讯息 所以要注意的是 即使你封锁了某个客户 他单独发的讯息你不会收到 但是你发出去的群发讯息 还是会计算在这个通数里面 所以你还是要付费的 这个就是我这次问他们的主要问题的内容 所以简单来说 你到账号的后台 你一看好友人数有多少 这个发送的时候不是用这个来计算 而是用有效好友人数来计算就对了 而这个有效好友人数 并不会因为你封锁了客户而减少 而是对方封锁你的时候 对方客户封锁商家的时候 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那这边才会有效好友数才会真的减少 所以不要以为你封锁了对方 你就可以减免这个通数 是不可能的 是不可能的 所以要去注意 如果你将来真的粉丝超过超过1700人的话 那你如果是每天发送讯息 每天发送一折的话 你一个月就会超过5万折讯息 所以一旦超过的话 每一折都要计算0.2台币 要注意这一点 当然LINE的行销如果你不整合你的网站 不整合你的电子跟进信件 不整合你的FB广告 那你要光是纯粹从LINE的行销去达到你的业绩增长 他还是没有办法非常全面性的做到 我没有办法非常全面性的涵盖 那我们做网络行销呢必须天罗地网 天罗地网 FB广告 让完全不认识你的人 假设你的产品是适合在网上销售 甚至是卖到全国甚至是全世界的话 那你纯粹做LINE的行销是不够的 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才会推出懒人包的教学 懒人包的教学就是包含 你的脸书怎么做广告去行销 你的知名度 然后让那些人呢 经过你的网站的建制 所以我们又有教网站的架设技巧 漂亮的网站架设技巧 然后再融合你的LINE的QR Code 和LINE的ID LINE的ID 让你的粉丝不仅看到你的广告 知道你的网页 还能够成为你的LINE的粉丝 所以我们是一起把它统合在运用的 再加上电子报自动跟进 简讯的自动跟进的人脉管理系统 名片管理系统 加上网路表单 让客户填写网路表单之后 自动发送跟进新建的系统 把它融合在一起 这个就是我们的网路行销懒人包 最主要的目的 最主要的教学目的 而且我们也承诺 让网路行销懒人包的学员能够一定学到会 所以我们的学员目前超过50岁以上的学员 已经有超过10位以上 超过50岁的学员已经超过10位以上 有很多学员他们电脑是不熟悉的 透过懒人包的客户服务 我们的LINE群组的客户服务 我们都尽量做到你可以一步一步引导你去做 在群组里面去提出问题 我们帮你解决这些问题 这就是我们懒人包要做的使命 我是刘奶爸 希望大家都能够因为网路行销懒人包 而让你的生意真正日上 或者让你的网路创业美梦可以实现 谢谢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